这回贾府管事的长辈 像贾母王夫人这些人 都去参加老太妃的葬礼了 大官员里没有负责的人 于是发生了好几场争吵 先是最爱惹是生非的赵姨娘 要来找宝玉的丫鬟方官算账 赵姨娘觉得这会儿 家里管事的人撞尸的撞尸去了 挺床的挺床 正好可以大闹一场 撞尸是骂人到处乱跑 骂的是贾母们出远门 参加老太妃葬礼的事 挺床也写成挺床 挺指的挺 在这儿也是骂人的话 指人像死尸一样 躺在床上生病睡觉 骂的是生病在家的王熙凤 赵姨娘一路风风火火的 往怡红院跑 路上碰到了夏婆子 她对夏婆子说 那些唱戏的小粉头们 都瞧不起他们家的甲环 看人下菜碟 欺负人自己要过去收拾他们一顿 粉头就是妓女 赵姨娘骂人的话确实很脏 张嘴就把宝玉的丫鬟们 骂作是娼妓 赵姨娘到了怡红院 和方官吵起架来 方官说 姨奶奶你骂我 骂得毫无道理呀 我又不是你买来的 大家梅香拜靶子都是奴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梅香是古代戏曲中 常用的丫鬟的名字 拜靶子是指结拜成兄弟姐妹 奴己就是奴才的意思 这句歇会远连起来的意思就是 一群丫鬟仆人败靶子 咱不管排行老几 还不都是奴才 在这里呀 方官是讽刺赵姨娘和自己一样 都只是个奴才罢了 不要这么嚣张 方官和赵姨娘的这场冲突结束以后 他拿了半瓶子玫瑰露给刘武 柳家母女赶紧拿悬子烫滚水 来吃这个玫瑰露 悬子是一种用铜或者锡做的 圆筒形的温酒器 拿滚烫的水烫一下 可以用来热玫瑰露喝 刘武的母亲对方官说 现在刘武还不能随便在大观园里逛 等哪天呢 在你的帮助下 刘武有了房头就可以随便逛 房头也叫户头 有了房头也就是有了归属 意思是奴婢被分配到某一个主子的屋子里 做丫鬟供主子使用 刘武一心想去贾宝玉的怡红院当丫鬟 怡红院就是他盼望的房头 送走方官以后 柳家的想把玫瑰露分一点给自己的外甥 就去了哥哥家 他哥哥是给荣国府看大门的 说最近有个广东那边来的官员来贾府拜访送礼 给看门的人也送了一楼福灵霜作为门礼 当官的还要给看门的人送礼吗 还真得送 过去把这叫门禁 看门的门尊敬的禁 就时候下级官员想拜访上级领导 必须要经过看门人通报 如果不给看门人一点好处 他不给你通报 你连领导的面都见不着 所以啊 这些给高官大族看门的人 手头的权力也不小呢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